宇宙造实,太极者无极而生,生一生二生三,万物生生不息。 在传统武术上,有最流行的书画,两手不截,两脚不起。 原意是手截不到,脚不能起来,否则失去众生容易跌倒。 分招分手,除了要保持忠证之外,双手一截一放,一画一弓要并用,脚更要生人不必。 所以难度比较高,练的时候要注意小动作,越小的地方,越精密的地方,越要注意多练习。 现在章节,主要分脚,主要分脚,从经济度地跌下来,全身不动脚下来,到左后方,以右手平移,把右手带上来。 这个手距离,右脚跟围围地跌,双手伸相对的。 然后勇却顺持旋,拨右手伸出去,把右手伸出去,带白石吐信。 好像这个手出去,舌头吐出来一样,将伸出去。 再拨回来,挪垮,双十字手。 分脚分手,动作铭身机构,但是要三个完全不同的动作。 右手,旋开的手,属列手,列对方的铭身的,或者喉结的。 左手,旋开的手,顺挂,顺使对方的往往的手。 脚分起来,是不是踢下去,原型不变。 再分起来,说分脚,千万不要练进踢脚。 好,分脚分手。 左手,倒到后边。 移位,两个手好好。 在左分脚的时候,没有帮助突兴。 顺势倒回来,落垮。 分脚分手。 好,就要分脚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 左分脚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 再一次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 左右分脚。 除了手的动作之外,特别注意脚。 左右,要向左右分进去。 然后注意不要踢脚。 然后分的方向在左右,不要在中央。 这种小地方,只要眼睛习惯,一定可以练到好功夫。 下次介绍,卷身增加。 谢谢。